哈喽大家好,上个视频给大家更新的是花生月饼 今天给大家更新的是柿子月饼 今年特别流行的寓意是好事会发生 喜欢的跟着我一起做吧 碗中加入120克转化糖浆 35克玉米油 3克碱水 给它充分搅拌均匀 再加入180克普通面粉 先用硅胶铲上下按压翻拌 再下手上下按压的方式 和成一个光环的面团 取22克面剂 给它加入1克抹茶粉 给它揉匀 把剩余的面团放上10克金黄芝士粉 上下按压均匀 盖上保鲜膜松弛一个小时以上 把豆沙馅分成15等份 每一份豆沙馅30克左右 把月饼皮平均分成15等份 把柿子饼皮按扁 包入豆沙馅用虎口收拢法收盐紧实 取出绿色的面团 在模具中按压出叶子形状 再把柿子月饼放进去 上面给它扣上盖子 这样一个柿子的月饼生胚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 一次摆入烤盘 上面喷上一层清水 送入天然预热好的烤箱中下层 上下火190度烤5分钟先定型 再转150度烤15分钟 哈喽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做小宝宝特别喜欢吃的火龙果揉豆 家里有小宝宝的可以试做一下哦 首先把火龙果用榨汁机把它榨成果汁 用过滤网过滤出30克火龙果汁 加入25克婴儿奶粉 给它翻拌均匀放一旁边用 两个蛋清加入几滴白醋 用电动暖暖气打出大气泡 8克细砂糖分三次加入 再加入15克玉米淀粉 一直打发到油小煎嚼即可 取三分之一蛋白放入火龙果汁 翻拌均匀 拌匀后全部倒入蛋白里 继续上下翻拌均匀 拌好的面糊在硅胶铲上 不易滴落的状态即可 裱花袋里装一个六尺裱花嘴 给它大小均匀的挤入烤盘中 送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 上下火100度烤70分钟 这样做法既简单又非常好吃的 火龙果融豆就做好了 喜欢学会的小伙伴赶紧兜手制作吧 美食每天更新 感谢大家的支持 哈喽大家好 今天就带来做一款做法既简单又非常好吃的 冰皮月饼 无需烤箱也不需要蒸 只用开水烫一下就能做成功 碗中加入50克冰皮玉拌粉 50克开水 先用筷子搅拌一下 活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同样的方法我还做了果蔬颜色 也是用50克冰皮玉拌粉 1克紫薯粉 50克开水 下手给它活成光滑的面团 同样的方法我还做了抹茶味的 把揉好的三种面团给它放到案板上 给它搓成相等的长条 用切面刀给它切成12等份 取一个面剂在手巾中按扁 包上自己喜欢吃的各种馅料 我包的是白莲蓉馅和豆沙馅 用虎口松龙法松也紧实 上面撒上一层熟的糯米粉防粘 用50克的月饼模具给它按压出花形 是不是特别简单 喜欢学会的小伙伴赶紧多数制作吧 真的是做法既简单又非常好吃哦 哈喽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自己在家里就可以自制酸奶 学会了再也不用出去买了 喜欢的跟着我一起试做一下吧 首先把装酸奶的容器用开水煮一下 削一下毒 大碗中加入650克温开水 150克全脂奶粉 40克细砂糖 1克发酵菌粉 用一个手动打那气搅拌均匀 再把它倒入刚才消好毒的酸奶容器中 全部做好盖上盖子 摆入酸奶机中 上面再盖上盖子 插上电源 发酵至9个小时 发酵好的酸奶放冰箱冷藏4个小时以后 取出来再吃 口感会更好 这样自制酸奶就做好了 哈喽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做一款蓬松薰儿软入口即化的古早蛋糕 喜欢吃的我们一起试做一下吧 大碗中加入9个鸡蛋蛋清淡黄分离 把分离好的蛋清放在冰箱里冷藏备用 再把120克滴滴面粉锅筛备用 小碗里加入2克克粉5克开水 搅拌均匀 小锅中加入90克玉米油加热到80度左右 倒入锅筛好的面粉中 搅拌均匀 再加入90克纯牛奶继续拌匀 拌匀后再加入9个蛋黄继续化第一次性拌匀 9个蛋清中加入几滴柠檬汁先给它打出大气泡 90克吸砂糖分三次加入 大气泡中加一次 小气泡加一次 泡沫细腻再加最后一次 直到打发到提起打烂器有小弯钩即可 取三分之一蛋白霜放入面糊里上下翻拌均匀 拌匀后全部倒入蛋白霜里面 继续上下翻拌均匀 拌匀后倒入铺好油脂的11寸深烤盘里 大碗里剩下一小铲面糊 把倒好的蛋糕糊刮平表面 把刚才做好的可可糊倒入面糊里边 翻拌均匀装入表花袋 像视频中的手法挤到烤盘里 用一根竹签在上面来回给它走线 底下再放一个大烤盘 烤盘里加入两厘米左右的温水 送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中下层 上火150度下火160度烤80分钟 出炉后趁热撕去底部的吸油纸 切成自己喜欢吃的大小块 这样一款蓬松轩软又非常好吃的古早蛋糕就做好 哈喽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做酥脆特别好吃的姜米条 过年了跟着我一起做给家人吃吧 碗中加入100克糯米粉 10克玉米油120克开水 边倒边搅拌 搅拌均匀后再加入75克糯米粉 搅成一个软一点的面团 把它擀成一根筷子的厚度 再大小均匀的切成细条 再把它搅成圆形 再均匀的把它切成小条 全部切好后凉油下锅 小火把它炸至飘起变硬 中途不要搅拌 全部飘起用筷子搅拌一下 转大火上色 捞出给它控油 锅里加入50克清水 25克白糖 小火熬至粘稠 放入炸好的姜米条 均匀的翻拌均匀 翻拌均匀后倒入烤盘里 上面撒上一层白糖搅拌均匀 这样做法既简单又非常好吃的 老式姜米条就做好了 喜欢学会的小伙伴 给个小爱心呗 哈喽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做一款 具好吃的雪佛面包 面包体柔软拉丝 再搭配上表面酥脆的雪佛酱 真的是太完美了 首先把屏幕上方的所有食材 放到厨师机桶内 先开低档 低速拌匀 再再转高速打成出门的状态 再加入40克温室软和好的黄油 4克盐 继续揉面 继续先低速拌匀 再高速打成薄薄的手套膜即可 整理一下平均分成14等份 再案板上滚圆 盖上保鲜膜松弛10分钟 取一个松弛好的面团 给它改成长方形面片 翻个面底部扒薄 从上到下给它卷起来 全部做好 依次摆入13寸深烤盘里 盖上保鲜膜 醒发这两杯大 接下来再做个雪佛酱 碗中加入45克黄油 25克白糖 用硅胶茬给它按压均匀 再加入50克低筋面粉 45克纯牛奶 继续拌匀 装入表花袋 醒好的面配上面刷上一层全蛋液 上面挤上刚才做好的雪佛酱 送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中下层 上下火182度烤28分钟 中途颜色满意 记得加盖锡纸 这样柔软拉丝 非常好吃的雪佛面包就做好了 喜欢的赶紧动手制作吧 哈喽大家好 今天就带来做放三天都不会硬的 北海道奶排包 真的是超级柔软超级的拉丝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喜欢吃的跟着我一起做吧 后面鸡肉加入380克高粘面粉 10克奶粉 50克白糖 5克奶高糖酵母粉 13克炼乳 25克带青 40克带奶油 220克纯牛奶 起头揉面程序 揉成光滑的面团 再加入4克盐 40克温时软和好的黄油 继续揉面 直到可以拉出一层薄薄的手套膜即可 整理一下盖上盖子 密封醒发至两倍大 醒好的面按压排气 把它平均分成10等份 在案板上依次滚圆 取一个面积 给它擀成长方形的大薄片 底部扒薄 从上到下给它卷起来 右手给它搓成长条 全部做好 依次摆入28x28的方形烤盘里 盖上保鲜膜 醒发至1.5倍大 醒好的面胚 上面刷上一层全蛋液 送入铁盐预制好的烤箱 中下层上火160度 下火170度 烤30分钟 中途上色满意 加盖吸纸 这样超级柔软 超级拉丝的北海道奶排包就做好了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做了非常好吃的蜜豆吐司面包 手法简单 不需要复杂的整形就可以做成功 喜欢的跟我一起做吧 和面积中 加入280克高筋面粉 40克白糖 15克奶粉 4克酵母粉 2克盐 打入一个鸡蛋 130克腿牛奶 启动揉面程序 和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再加入30克温室软化好的黄油 继续揉面 直到揉出一层薄薄的手套膜即可 把面团整理一下 盖上盖子 醒发至两倍大 醒好的面 揉面排气 不需要分割面团 用擀面杖 把它擀成长方形的大面片 长度大概是40厘米 宽度和吐司盒差不多大 给它翻个面 上面均匀的铺上一层蜜豆 把底部扒薄 从上到下把它卷起来 把卷好的生胚 放入450克的吐司模具里 盖上保鲜膜 放微暖处 醒发至九分码 醒好的面胚 盖上吐司盖 放烤箱下层上下火 140度烤40分钟即可 烤好以后立刻脱模 晾凉以后切成片即可 这样非常好吃的 蜜豆吐司面包就做好了 喜欢学会的小好伴 给个小爱心呗 感谢大家的支持 哈喽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做一款柔软拉丝的蜜豆吐司 柔软的面包体搭配上香甜的蜜豆 真的是超级好吃 厨师机中加入250克高筋面粉 9克奶粉 40克白糖 3克耐克糖酵母粉 打入一个鸡蛋 115克清水 先启动厨师机 掀开低速拌匀再转高速打成厚膜的状态 再加入3克盐 25克温室软好的黄油 继续启动厨师机 低速拌匀再转高速打成薄薄的手套膜即可 整理一下蜜蜂醒发至两杯大 醒好的面按压排气 把它大小平均分成三等份 在案板上依次滚圆 取一个面剂给它改成长方形面片 从上到下给它卷起来 全部做好再取第一个面剂 给它改成长方形面片 上面撒上适量的蜜豆 底部扒薄 从上到下给它卷起来 全部做好 依次摆入吐司模具中 盖上保鲜膜醒发至7分满 醒好的面胚盖上盖子 送入天然预热好的烤箱最下层 上火150度 下火185度烤32分钟 出炉清振两下 立刻倒扣脱模 这样非常好吃的蜜豆吐司面包 就做好了